3月9日,中国统计局公布了今年2月份的CPI数据。 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7%,是过去一年以来的最大涨幅。 也结束了此前连续4个月的同比负增长状态。 从环比来看,2月份中国CPI环比上升1%, 涨幅比上月扩大0.7个百分点,为202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看着同比数据突然大幅掉头向上,环比数据也一路上扬。 很多人非常乐观,认为中国已经摆脱了通缩状态。 但是真的如此吗? 如果根据官方提供的数据,将1至2月合起来看, 两个月平均CPI仅与上年同期持平。 而去年春节是1月22日,今年的春节则是2月10日。 这就代表着,今年2月CPI的同比超预期提升, 主要还是因为春节错误导致的。 所谓同比,就是和去年2月比。 当时春节基本结束,与之对比,消费数据自然会有明显上升。 环比则是和今年1月比,2月份是春节, 各种消费数据肯定会比1月份好看一些。 这点从2月份的细分数据也能看出来。 2月份,教育文化娱乐同比上涨3.9%, 是上涨最为明显的细分类别。 而这个类别和春节关联最大。 教育文化娱乐有两个细分科目, 分别是教育服务和旅游。 我们可以看到,教育服务并没有明显上涨, 旅游的涨幅却非常大。 2月份,旅游价格环比涨幅为13.1%, 同比涨幅则达到了23.1%。 还有其他用品和服务也增长了3%, 其中的一个分项旅馆住宿正是春节旅游消费的大头。 而同城旅行数据显示, 国内热门城市春节的机票火车票, 酒店预定同比增幅都超过了30%。 我们再看食品分项, 食品烟酒类价格同比下降0.1%。 其中,蛋类价格下降5.1%, 触肉类价格下降2.9%, 鲜果价格下降4.1%, 鲜菜价格上涨2.9%, 水产品价格上涨4.1%, 粮食价格上涨0.3%。 从食品价格的涨跌, 一样可以看到春节的痕迹。 肉蛋水果等可以提前储备的食品, 价格都出现了下跌。 这是因为, 节前的囤年货, 大部分居民的消费需求都释放了出来。 总体供过于求, 价格只能下跌。 而水产品和鲜菜则要现买现做, 普通居民没法大批量提前囤积。 总体供不应求, 价格自然上涨。 至于粮食属于刚性需求, 价格由政府直接控制, 所以涨幅不会有很大波动。 在经济学中, 至少要CPI连续三个月为富, 才可以认定为通缩。 而想用一个月的CPI上升, 来证明消费得到改善, 肯定是有问题的。 所以, 真正的考验其实是在接下来的三四月份。 三月份要是正数, 那就代表着有了点像好的苗头。 如果仍然为富, 那说明消费端还没有摆脱通缩的阴影。 说完CPI再看PPI, 二月份中国PPI环比下降0.2%, 为连续第四个月下降。 二月份的降幅, 比一月份的负2.5%进一步扩大, 同比下降2.7%。 一至二月平均PPI, 比上年同期下降了2.6%。 与CPI一样, 二月份PPI的同比下降, 自然也有春节的影响。 春节期间, 工厂大多放假, 需求和销售都会呈现较低迷状态。 不过, 算上同比数据及趋势, 工业生产压力依然很大。 因为, 并不是只有二月在下降。 从去年开始, 甚至包括今年一月份, PPI表现都十分低迷。 结合较早之前发布的先行数据, 二月制造业PMI为49.1, 已经连续五个月低于融枯线。 而在主要的五个分类指数中, 生产指数、 新订单指数、 原材料库存指数、 从业人员指数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 均低于临界点。 特别是新订单、 原材料库存和新就业, 很长时间都没有转好。 这意味着, 当前的内需基本盘, 无法支撑庞大的制造业体系。 所以今年的二月份, 大部分细分行业PPI都出现了同比下降, 还没有看到转正的信号。 产品价格下降, 说明需求不足, 并导致企业收入下降, 进而导致居民收入下降。 居民收入下降导致需求进一步下降, 需求下降导致产品价格进一步下跌。 这个循环被称为螺旋通缩, 而想要打破这个循环, 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遏制通胀的手段有很多, 但应对通缩一直是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难题。 中国CPI才出现连续四个月的负增长, 很多人就已经各种不适, 体感较差。 但要知道, 相隔不远的日本, 通缩都已经持续了二十来年。 日本为什么出现长达二十年以上的通缩? 现在回头来看, 很多人可能会有满满的既视感。 二战后, 日本承接了欧美产业链转移, 依托强劲出口, 经济快速发展。 1978年, 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1983年超越西德, 成为世界最大贸易顺差国。 1985年, 美国为缓解贸易失衡促成广场协议, 推动非美货币升值。 1986年底, 日元较广场协议前, 累计升值幅度达35%。 我们知道, 本币升值会打击出口。 而在汇率压力下, 日本出口同比连续22个月负增长。 1986年, 日本实际GDP增速, 由上一年的6.2%腰斩至3.2%。 其中, 净出口对GDP的拉动率, 从1.1%下降为-1.1%。 与此同时, 日本产业开始加速向生产成本更低的东南亚转移。 为了对冲外需下滑的压力, 日本当局将重心转向国内, 不断扩大内需。 财政货币政策双宽松, 两年多维持超低利率。 在此期间, 投机炒作盛行, 股市房价大幅上涨。 从1986年1月降息, 到1989年5月加息期间, 日经二二五指数, 累计上涨163%。 1989年底, 日本股票总市值达4万亿美元, 占到全球资本市场总市值的45%。 而房地产领域也同样狂热, 东京房价指数累计上涨80%。 1989年底, 日本土地资产总价值约2000万亿日元, 约为美国国土总价值的4倍。 当时民间流传着一句话, 卖掉东京可以买下整个美国。 此时, 日本当局意识到经济过热, 日本央行启动加息。 土地政策, 尤其是融资政策不断收紧, 引发了股市和房价的相继大跌。 进而又导致企业资产价值缩水, 甚至资不抵债, 陷入技术性破产。 资产泡沫破裂后, 日本货币政策转为持续宽松, 但融资需求始终低迷, 使得日本陷入长期通缩。 股市楼市泡沫破裂, 经济低迷, 长期通缩, 中间伴随着老龄化少子化。 30年来, 日本走过的道路, 对中国来说, 就在脚下。 从日本通胀率的走势来看, 自21世纪初后, 长期挣扎在0%左右。 但是近期日本的CPI, 却基本稳定在2%以上。 与此同时, 日经指数也突破了30年前的历史高点, 不断创出新记录。 CPI达到预期目标, 股市突破历史高点。 日本经济似乎走出了困扰了20多年的通缩困境。 那么问题来了, 日本是怎么做到的? 首先, 是宏观政策持续宽松。 也就是长期保持零利率, 甚至负利率, 并持续印钞, 加大财政支出力度。 日本央行不仅直接购买国债, 还购买ETF基金, 相当于直接给股市印钞。 而且, 日本主要负债是在政府部门, 而不是企业和个人。 居民负债率明显低于其他发达国家, 企业负债率也不算太高。 但是, 日本如此的宽松政策, 未能有效提振经济。 对此, 经济学家孤朝明提出了 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 认为资产泡沫破裂, 导致日本企业居民资产大幅缩水, 而负债不变。 资不抵债, 促使市场主体由利润最大化, 转为负债最小化, 专注偿债而不愿新增债务。 在此背景下, 货币政策因没有融资主体而传导失灵。 不过, 政府充当最后借款人, 加杠杆扩大支出, 一定程度对冲了私人部门的需求下滑, 避免经济走向崩溃。 或者说, 将日本经济从崩溃拉回低迷。 而日元在过去几年的持续贬值, 吸引了大量外部资金流入。 比如, 到日本炒股旅游消费, 待望了日本经济。 侧面上, 也帮助了日本走出通缩。 但是, 日本走出通缩的真正关键因素, 其实是另外两个。 一个是全球大通胀, 拉高了日本的通胀率。 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 中美博弈让日本成为重要的受益国之一, 不少国际投资相继涌入。 中美博弈, 引发了全球供应链与资金的再配置, 日本新加坡, 则成了高端产业的受益国。 一个最明显的案例就是, 巴菲特为了避险, 把资金转向日本, 购买了日本五大商社的股票, 带动了日本股市的回暖。 仅从这个角度来看, 也就意味着, 中国一旦进入通缩螺旋, 如果没有外部建立, 恐怕会长期陷入其中, 难以自拔。 当然, 中国跟日本仍有很大不同, 特别是政治和法律制度。 这使得最终的结果, 可能也会很不一样。 而另一边的日本, 可能会在本月迎来一个历史性时刻。 16年来, 日元可能将首次加息, 结束近8年的负利率状态。 而当日本央行决定开启紧缩政策时, 很可能代表着, 其他市场即将出现严重问题。 要知道, 不光美元是全球流动性的一个源头, 日元其实也是全球流动性的一大来源。 可能很多人, 对日元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没什么概念。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根据国际结算银行公布的报告, 2021年, 日本银行业的跨境投资和贷款高达3.5万亿美元。 这个数字超过了美国同业的3.2万亿美元, 也超过英国银行同业的3.4万亿美元。 所以说, 日元是全球货币之水的源头之一, 并不是夸张。 这都是由于日本长期的量化宽松。 使得市场上有大量投资者借低成本的日元套利, 导致日元不断向外扩张, 久而久之已渗透到世界每一个角落。 所以, 如果日本真的加息, 必然会对全球流动性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 有可能成为冲击全球的又一大灰犀牛。